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学术 服务社会 融通世界 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学术大师 新业英才 治国栋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写下了卷永篇章 清华大学 精英会籍 名师会翠 是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多的高校 学校在国内外光泛选聘优秀人才 学术骨干永飘重担 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教学相长 心火相传 清华大学开创了中西融会 古今贯通 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 成为中国青年学生最向往的高等学府 以因此以及天下英才而预知为自豪 这里是全球最美大学校园之一 也是绿色大学建设的先行者 完善先进的教学设施 严谨务实的学风校风 综合有效的实践锻炼 高雅多元的文化氛围 全为覆盖的成长社区 为学生的不断进步和成才 创造了良好环境 学校实行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 积极促进 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和个性发展的有机结合 充分激发学术志趣 努力培养学生具备健全人格 宽厚基础 创新思维 全球事业和社会责任感 活跃在清华园中的四万多名 深深学子 研究生数量约占三分之二 学校着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 一批跨学科项目和国际学位项目 引领教育发展 清华大学始终坚持力得数人 引导学生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选择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去建功立业 清华大学秉承 顶天 立地 数人的科研宗旨 面向国际学术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面向文化传承创新 大力提升创新能力 培育创新文化 夯实基础研究 推动学科交叉 强化军民融合 加快成果转化 近年来 清华相继组织承担 高温气冷堆等国家重大项目 竭力打造大国重企 永攀前沿高峰 科研经费 专利申请 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的论文书 及被引用术都名列前茅 在能源 信息 生命 材料 环境等众多领域 取得一大批 杰出成果 按照入主流 有特色 上水平的思路 文科建设 后积勃发 发展迅速 研究实力 大幅提高 学术影响 显著增强 品牌辐射 卓有成效 高端智库 成绩斐然 推动了国家许多重要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中外交流 对外开放 一直是清华大学的传统 早期的清华学生曾远渡重阳 求学他乡 他们学成归国 成为许多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今天的清华 国际声誉日益提升 每年数千人次师生出镜学习交流 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学者 成为清华园中的独特风景 2016年 丰收的九月里 苏氏民书院正式开学 全球创新学院手动教研大楼 在西雅图奠基 倡议成立亚洲大学联盟 从清华故事到中国声音 从清华思想到中国主张 越来越多的著名大学和机构 与清华开展战略合作 越来越多的国际舞台 活跃着清华人的身影 清华正在走向世界 世界也在走向清华 清华大学承担着人才强国 科教新国的重任 承载着国家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学校认真履行社会服务的责任 庄重承诺 绝不让一个勤奋和有才华的学生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面向全国边缘 贫困 民族地区 推出自强计划 实施教育扶贫工程 远程教育 覆盖全国90%以上贫困线 清华大学广泛提供高层次多样化的教育培训 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积极发展一流的科技园 与国内大多数省市和众多大型企业 建立密切合作 与地方政府 共建教学研究机构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时代大潮 奋发有违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在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 清华师生都勇于担当 无私奉献 用青春和智慧 报效祖国 回馈社会 自强不息 厚得再悟的校训 行圣于言的校风 严谨 勤奋 求识 创新的学风 爱国奉献 追求卓越的传统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清华人 刚毅兼拙 人文日新 修养品德 荣在万物 新的百年 清华大学 正在展现它 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海纳百川 锐意进取 向着更创新 更国际 更人文的方向 持续迈进 坚持服务国家 造福人民 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繁荣 共同创造新的光荣与辉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支配